光盜蘭協會的總幹事 然後呢很榮幸早上可以為各位 帶各位到虎尾好的 你問他們有買烏魚子的 該不會放冰箱的一袋嗎 有買烏魚子的有通通有拿嗎 有沒有放在冰箱的嗎 沒有齁 旅館的冰箱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一整天都在虎尾這個地方 然後 我剛剛 請問一下昨天睡的好不好 昨天沒有很累 有一點時間體虐到 那我們今天呢 一個早上的行程 我們是在虎尾 我們第一站要到龍博園區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會到一個棉花田 一個那個 對早上我們今天的行程是在早上 因為我告訴你 龍博園區縮短時間 把下午行程往上提 可是我告訴各位 今天真的是給各位 來虎尾玩得一個好印象的機會 你看天氣是不適合戶外 不會熱沒下雨 然後就是這種天氣 就是最適合逛虎尾的時候 然後在棉花田之後 我們會到一個鼎溪社區 它是一個貓的社區 它是最新的亮點的一個 我們護衛的一個社區 它也是我們龍博 百大亮點社區之一 會去看一下不一樣的社區 他們因為做社照 因為做有心的理事長 把一個社區經營的真的 有聲有色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會 我們會看時間 如果說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會到故事館跟布袋戲館 如果時間上不允許的話 因為我們下午的行程是在西羅 所以可能時間那個地點上會調整一下 謝謝各位 然後呢我們今天在農博 是我們雲林縣政府最全力投注的一個活動 它是一個農業博覽會 像我本身在裡面有負責一個區塊 就是那個農博本舖 農博本舖呢 它是一個賣雲林在地一個農特產的一個店 我昨天因為 昨天余小姐在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剛好我們是在做那個產品的徵選 我們把雲林縣一些比較有特色的產品 它有分那個文創跟食品類 我們每一種的那個 都有七位委員他們去評審 評審OK了之後才能上架販賣 所以各位如果說有機會到農博來的話 可以進來看看 看一下我們雲林縣有什麼很特別的辦手禮 溫創的東西 然後我們裡面有分很多個不一樣的管色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那個 導覽的那個人員會為各位服務一下 好謝謝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請說 就是說你說有評審來評審這個辦手禮 對對對 那辦手禮都是食物嘛 對 那它評審的地方呢 是到他們的現場去評審呢 還是就看包裝看打開來試試看 是怎麼樣的評審方式 我們的評審齁齁我們就是有第一關 我們一共有幾個關卡 第一關就是他們必須要 如果說有醫院參加我們農博本部的那個商家 商品商家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送資料 你一定要工廠跟機制食品的那個檢驗 像現在食品風暴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的要求把關很嚴格 第二個就是東西要把你們的書面資料審核 OK了 可以了 那再請你們把產品送到縣政府這邊 縣政府這邊之後 再由我們接社課這邊請委員 請評審委員 就是每一個評審委員 他們用的那個角度是不一樣的 他有食品衛生法的 也有包裝的 也有美食的 所以用這種方式下去評審 之後看誰的分數高 然後就用分數這樣子下去 把他甄選進來 對 所以是沒有到工廠 我們去實際的去看 對對對 我們都請他們 他們參加的廠商一共三百 三百多家 三百多個產品 三百多個產品 所以我們是沒有食指審 到他的食品製作流程 製作流程的話 因為我們請他付工廠的一些登記證 還有食品的檢驗證 對 食品的登記證有到現場去做過審查嗎 他那個紅色可能就是像招標一樣 就是前面是書審嘛 對對對 廠商資格包括他合格的證書 對對對 廠商的那個製作的那個流程也是書審的總值一個 然後另外之後就是食品審查 實際的食品審查 所以說另外你到工廠那邊叫實地審查 實地審查那個部分 好那再講一句話 補充一下就是說他這個審查的過程跟招標的過程有點像啦 就是前面我們是叫書審 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當然是包括相關的證件 然後廠商的營利登記證之類的 那那個有關工廠的流程 當然我們是就是請他先提供就是 他們會有要定期檢驗的那個證件 然後之後是送食物 實際的物品來審查 那至於實地審查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再看情況才會去做 因為畢竟那個工程比較大 可是我們現在等一下去就是實地審查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多看一下 然後回去再宣傳 我們等一下去看的話是那個場地 都是場地的 對呀 這個就叫做地審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官方 所以我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在真學的過程當中 有做再次的把關 對實地的流程 實務流程的把關嗎 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到現場去做實地的 那因為品項實在太多廠商實在太多 我們是只要求書面上先送進來 因為書面上他們的那個都是要有一些 一些比較公布門的審查之後 他才會發給他們那些那些那個證書 對 所以現場實際的話就不好意思我們我們是沒有的 對 這跟我們現在食安的問題一樣 我們很多的東西都是有人看過一次 我不知道一開始他們做這個食品安全檢查的時候 是不是有過到實地的檢查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沒有聽到 那大家都是同意啊一個紙張就審來審去 OK 不管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再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 我們 出題 返羞 返羞